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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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喔 我們起了個大早 然後八條啊 他們都還在睡 大家都還在睡都還沒起床 那我這麼早起來在做什麼呢 幫大家準備早餐 這是昨晚吃剩下來的鍋 再加一些菜 然後等一下來煎個雞肉 那先幫大家準備早餐 那等一下呢 林太太會幫我們準備 烤吐司的部分 那開始吧 我們回到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是單眼畫質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把昨天買的這個雞腿肉 然後 醃漬了一下 裡面放的東西有什麼 果醋 生薑燒 在日本啊便利商店 很容易買到這些調味料 放進去之後 我們把雞腿肉醃漬大概十分鐘 那等我們其他夥伴起床 就可以直接煎 然後熱騰人上桌這樣 我們要把雞腿肉醃漬 我們打算舀 香煎豬花 草燒雞的肉 早餐之前 還要我們馬上正在出發了 全服裝喔 你看阿沙琳穿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穿了防摔褲 然後等一下套一下雪褲就ok了 林太太還在化妝 誰中搭班喔 阿林家瑋 我們已經到了雪場了 那全身的裝備都已經穿好了 開始滑雪囉 是不是很安全 沒關係 你記得 永遠都是握拳前面倒或後面躺 你不要用手掌去撐 這邊是我們新手教學區 林太太還有 Nina 我們目前還有遠方的阿沙琳 阿比巴蘭差八屁 哈哈哈哈 目前的坡度就是這個小小的坡 然後這邊教他們慢慢順的往下來 然後 我們教完一段時間 我再跟發條還有阿沙琳看能不能坐上去 就坐上去滑下來這樣 坡度比較長 長度比較長 那目前我們先教女生為主 這樣子 你玩雪球 好 這個喔 他這麼暖的 要用大一點 他才會更好一點 下 我也跟他玩耶 他這麼大顆 示範偷賽起立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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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 哇 非常順利喔 對 就是這樣子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滑雪的景 非常的漂亮耶 那我們現在先滑下去坐纜車 準備出發 Let's go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上來山上了 山頂了 我們從這邊要溜下去 好 發條跟阿沙琳也在準備啦 從這邊溜下去 應該有蠻長一段可以玩的 準備出發囉 滑完之後阿 滑完之後阿 你那個沒有力 滑完之後上面有很多雪阿 雪場通常會有這種 compressor的槍 滑完之後 那整理差不多 我們就回去啦 滑雪的第二天 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其實在滑雪的昨天呢 我們沒有拍太多的影片 為什麼 因為對場地不熟悉 所以我們基本上 基本上很難錄一個影片的 那今天的話 我們只帶一條路是比較緩 比較適合像我們這種初學者 那我們今天會去滑那條 看能不能從上面這樣沿路拍下來 有機會的話 如果我們體力可以支撐得住 我們滑個三四趟 我們看能不能剪出一個比較 好看的影片 那等阿沙里棒再棒完準備出發 我們要進入雪白的世界啦 我們現在已經 全副武裝 哎呦 幹 機場好滑喔 往我們的雪場出發 雪蜥應該不會痛吧 會痛阿 昨天阿 八條那邊有幫我錄到 我再把影片放在旁邊給大家看 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秒 我為了要練那個 那個小小的S-turn 速度很快 然後一個不熟悉在坡路非常斜的這個斜坡上 他整個板插在雪裡 整個插土阿 然後人就飛出去了 這很危險喔 還好 還好沒有骨折 所以做任何運動阿 熱身跟這個安全喔 都非常重要的 各位觀眾我們搭上纜車了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雪板在下面這樣卡著 那之前在托馬姆阿 或者是 洋廠 他有一種 他們染車規定 就是沒有這樣的規定 就是 新手你還是有機會可以坐染車上去用抱著的 但是這邊呢 可能就是你要有點基礎他才讓你上去 你的雪板必須卡著 所以你待會落地呢 那就必須要 上雪板 上雪板之後呢 滑下去 所以一般的初學者可能這個部分就比較難上來了 這邊是Niseko二世谷的雪場規定 那 我們看到阿沙里跟發條在後面 OK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 等一下要先到那邊 我們找一個比較合環的路線路下來 哇 哇 又開始下大雪了 我們 已經下來一下下了 接下來 繼續往下 阿沙里在前面 A沙里這次 這道路 這道路 火山 火山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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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莎莉 我們找到阿莎莉了 那這邊 很難下去耶 休息一下 要從那邊過去 到那邊會比較平坦 現在是脫賽 我們滑中間一點 要轉Hill Sun 我們已經到坐冷車這邊了 剛才發條拍到我最後下來的地方 我又划過一個洞 然後沒有注意 我整個又翻 然後昨天 從上面因為不熟悉路 所以 在練小S的時候 滑下來 整個腳扭到了 然後現在 腳有點 可能有點拉傷了 然後如果硬要滑還是可以 只是 我不想再去承擔這個風險 因為畢竟明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先回去 簽冰敷 不要覺得 雪票買了 不滑很可惜 第一個 安全第一 第二個 生命安全比較重要 不要帶著傷回去 我們是出來玩的 OK 那我們先回去 飯店 先做一些緊急處理 剛才已經做了我的腳的緊急處理 那現在發條他們也回來了 我們現在來一弄一弄 中餐 吃飯飯 補充一下熱量 牛丼飯 牛丼飯 很簡單 日本的白飯 加日本的牛丼湯包 哇 這是非常簡單 都可以馬上立即補充熱量 有這個小廚房 以後都可以租 盡量租這種 出來旅遊的話 租這種的話 就方便很多 不管是在哪裡 隨時要吃什麼 不用排隊 不用幹嘛 日機補 嗯 日機補 要是隨時補充 好 我們趕快補充熱量 我們坐車囉 我們坐車囉 哇 天氣今天非常的好 看得到藍天 然後 沒有日出 這個是要回台灣 我們要去機場的 然後我們住的是 住的是Niseko的Landmark View 就是這一棟囉 大家如果可以來北海道住的話 想要有自己的小廚房 可以來 參考一下這一棟 睡了兩個小時 到機場了 我們 我們 到機場了 那我們還有兩個半小時 可以逛一下 然後你看那個 雲八條已經去棒賽了 他最喜歡棒賽了 好我們現在到那個 新鮮碎機場裡面的 那個 產道市場 不是那個產道 是那個產道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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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你...你細胖滾頭大呢 然後一進來呢 一進來就看到 帝王蟹 很可惜不能買回去喔 然後我們也盡量避免那個豬肉的商品喔 毛蟹 哇!鮭魚卵 鮭魚卵 鮭魚卵 都好想吃喔 這邊根本就是伴手禮的天堂 所以我們出境之前可以買一些 如果沒有買伴手禮這邊都可以買 我們大概逛一下喔 這邊有蠻多海產可以買 外呢還有很多東西 例如說酒啦 是可以帶回去的 當然要看限制那個量 然後 北海道當然不可缺少什麼 哈密瓜 哈密瓜有哈密瓜的捕魚 可以帶回去 哇!好多酒喔 好想買啊 這個可以買 便宜 北海道限定的啊 有幾個東西啊 蠻用的 馬鈴薯製品 玉米製品 牛奶的製品 哇!像這種昆布回去煮那個湯啊 一定都很讚 其他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 白色戀人啊 哇!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超好吃 哈密瓜果凍 然後 這個很推薦給大家喔 一顆一顆一顆的給小朋友吃 不會噎到 這個 這個太好吃了 這個 不得不吃啊 早上有賣小包裝的 好!像這種 這個 好!這個是 一定要買 推薦 通常我呢 會直接買個十包 二十包回去 就是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太好吃了 我一個人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吃掉一包了 好!那我們再看看 有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可以 可以趕快先採購的 然後待會要趕快去吃東西 然後去check in 好!因為其他人呢 都在 可以買伴手禮 那只有我跟發條兔是餓的 受不了 我們今天上來啦 有沒有看到 北海道拉麵道場 好餓喔 跟博物館一樣的意思啦 全日本連鎖知名的拉麵 跟北海道道地的拉麵 這邊都有 而且還有四生耶 生魚片啊 海鮮 漂亮 好!我們再逛一下 看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已經進來了 那 進來點 我之前沒吃過這一間 那我應該也是選人氣第一的 這個 奶油 奶油玉米的這一個 然後 我們再點一下 炸雞 還有煎餃 然後 啤酒 我們先點菜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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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點完餐啦 那我們點了第一人氣跟第二人氣喔 真的喔 對 然後發條是吃第二人氣 是辣的 那 有多辣可以到他的影片去看一下 午餐來了 午餐來了 人氣一雞棒的玉米奶油拉麵 人氣第二名的 這個辣的拉麵 然後我們點了炸雞跟小餃子 開客啦 迷你餃子 你看 日本餃子有個特色喔 他們的醬油幾乎都是用醋的比例比較多 然後裡面的餡呢 一定會有生薑 他用了很大量的薑 去補足那個味道 一方面有可能是因為北海道比較寒嫩的關係 它這個薑味蠻重的 炸雞呢 再一點胡椒粉 再一點胡椒粉 還在冒煙喔 是現炸的 中規中矩 不錯吃 把奶油先化進去湯裡面 就可以中和掉剛才那個鹹味了 好酷喔 好酷喔 這 這個原理大概就是 例如說我們煮菜的時候 鹽放太多怎麼辦 不是加水 就放點糖 OK 酒喝 嗯還是鹹 對 它奶油味變重 然後鹽味反而不見 對 我吃了一大口 第一個一定是有蔥嘛 然後它的豆芽 我很喜歡吃日本的大蔥 然後 我們來吃吃吃看那個玉米 北海道的兩種玉米很有名 一個就是我們常看的黃玉米 它甜度是一定有 另外一種就水果液 另外一種就水果液 然後這個麵齁拉麵齁 是那種黃的 黃的粗粗的麵 它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喜歡細麵 像一蘭拉麵那樣 不過這偶爾吃也是不錯 它比較Q有調勁 像一碗味噌口味的玉米奶油拉麵 大概一千塊日幣 有來新千歲機場的 要回台灣之前 可以來這邊嘗試一下 好 就開始吃了 登機囉 我們到台灣了 下飛機囉 好 各位回到台灣啦 我們已經 入境了 然後現在就 先搭車 阿發條他們要回台南 那整個日本的旅程 就到這邊 到個段落囉 isa ya 好了 你聽過了嗎 在這裡 可以喝些什麼 大家可以喝點什麼